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香港的华尔街老板们无处不见金融危险 中国燃料出口降至6月最低水平 电油厂用尽配额 缅甸不间断的空袭迫使家庭从一个营地逃往另一个营地 中国加强对稀土出口和关键商品进口的控制 中国AI芯片制造商摩尔县城在美国黑名单后裁员 请大家收看 香港的华尔街老板们无处不见金融危险 彭博社在香港举行的全球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 银行和投资高管们对地缘政治升级和市场事件表示担忧 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赛文表示 我最担心的是还会有一次地缘政治升级引发市场事件 Bridgewater Associates联席首席投资官鲍博 普林斯警告称 市场对美国和欧洲加息时间的预期低估了 瑞银董事长科尔姆·凯勒赫表示 银子银行业务的增长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原因 并表示下一次危机将发生在这个领域 中国燃料出口降至6月最低水平 炼油厂用尽配额 彭博社 中国在10月份汽油、柴油和其他燃料的出口量降至4个月来的最低点 因为炼油厂冒着在年底前用尽政府配额的风险 根据海关数据 10月份石油产品的海外出口量较上个月下降了5% 达到517万吨 这是因为中国的炼油厂在政府告诉他们 不会增加出口许可证数量后面临出口许可证短缺的问题 与此同时 10月份原油进口量较上个月增长了7% 达到4897万吨 为自8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私营炼油厂获得了更多的进口许可证 国有炼油厂从最大供应国沙特阿拉伯获得了更多的原油 缅甸不间断的空袭迫使家庭从一个营地逃往另一个营地 华盛顿邮报 在缅甸东部的空袭迫使因持续的内战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多次逃离 每次袭击都是他们更深地散步到丛林中 在科业邦2023年前9个月进行了60次空袭 是2022年总数的5倍多 根据武装冲突位置和事件数据项目的数据 至少有11次空袭击中了平民避难所 军方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恐怖分子 但人权组织和冲突分析师表示这很少是真实的 即使有抵抗战士存在 军方也会不加区分地进行攻击 不给平民逃离的时间 成千上万的人们寻求在泰国的庇护 但泰国当局告诉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 他们不能留下 这个位于泰国北部的新定居点 与泰国社区和一个较旧的克伦尼难民营隔离 没有互联网或手机服务 只有少数救援组织被允许进出 泰国官员还禁止难民建立学校、教堂或商店 根据营地记录 许多居民年龄不到20岁 超过一半的人年龄在20岁以下 中国加强对稀土出口和关键商品进口的控制 南华早报 中国要求出口商报告稀土金属和氧化物产品的交易 以及其他战略重要商品的交易 以确保经济安全 新的报告要求将从10月31日开始 持续两年 涵盖原油、铁矿石、铜矿石浓缩物、钾肥和稀土的进口 中国是全球稀土的最大生产国 稀土在国防和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中得到应用 此举被视为对稀土可能被用作中美贸易战报复工具的担忧的回应 中国AI芯片制造商摩尔县程 在美国黑名单后裁员 彭博社 中国图形处理器和人工智能 加速器开发商摩尔县程计划裁员 此前 该公司上个月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家北京公司计划 裁掉大约1000名员工中的个位数比例 美国的出口限制 引起了对国产替代品的关注 其中包括摩尔县程 和上海比人科技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 这些芯片 是对英伟达最佳人工智能芯片的替代品 中国万科股票和债券在国有股东承诺支持后上涨 南华早报 中国万科地产 该国第二大销售额的房地产开发商 表示将及时偿还其债务 此前其最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 承诺支持振兴大宗资产 并促进公司流动性 深圳地铁集团 持有中国万科27.9%的股份 将通过购买中国万科在深圳的一些城市更新项目价值约100亿元人民币 和13.7亿美元 以及在合适的时机购买万科的债券来增加开发商的资金 匈牙利和波兰抓住了电动汽车的机遇 彭博社 匈牙利和波兰正在引领欧洲向电动汽车依利的过渡 吸引了中国和韩国的大量投资 匈牙利已经获得了约200亿欧元、215亿美元的与伊利相关的投资 包括比亚迪、BYDD的新工厂 而波兰则是LG能源解决方案的锂离子电池工厂所在地 是欧洲最大的工厂 与此同时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一直难以吸引类似规模的投资 引发了对他们转向伊利的能力的担忧 大众汽车表示 在捷克共和国设立电池生产厂没有商业合理性 澳中紧张局势缓解 阿尔巴尼斯结束为期四天的访华行程 彭博社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 讨论加强沟通、深化信任、扩大务实合作以及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 阿尔巴尼斯强调了解除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限制的重要性 而李强表示中国愿意与澳大利亚共同努力 这次会晤标志着两国之间年度会晤的重新启动 也是在努力改善这两个重要贸易伙伴关系的18个月后举行的 特斯拉将在中国对Model Y进行款式改进后提高价格 彭博社 特斯拉计划在中国提高Model Y车型的价格 此前该车型在10月进行了一次更新 价格调整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特斯拉此前曾降低中国市场的价格以刺激销售 但最近也进行了上调 Model Y是中国销量最好的电动汽车之一 更新后的版本包括环境照明 升级装饰和新的轮毂设计等新功能 中国再次发生健身房坍塌事故后引发警觉 BBC 中国网民对黑龙江省又一座体育馆倒塌表示担忧 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二起事故 周一晚上的倒塌事故造成三人死亡 此前几天天气异常寒冷 降雪不断 目前还没有透露受害者的详细信息 但据报道 事发时体育馆内有儿童 这起事故引发了人们对今年早些时候 该省发生的一起类似倒塌事故的比较 那次事故造成11人死亡 一些市民呼吁当局采取进一步行动 包括对该省的大型公共设施进行更多检查 印度尼西亚总统敦促美国加快拨款200亿美元 用于绿色转型 金融时报 印度尼西亚总统左科 韦多多呼吁西方国家兑现他们承诺的200亿美元 以帮助印度尼西亚实现绿色能源转型 并支持其对新兴技术 如电动汽车和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资源 韦多多表示 印度尼西亚对这些资金的延迟感到极度担忧 这些资金承诺已经有一年了 他补充说 他已经在G7和G20峰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并表示 印度尼西亚已经严心一致地发展了电动汽车产业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因特斯拉推出更便宜的欧洲制造车型的报道而下跌 彭博社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股票下跌 原因是有报道称 特斯拉计划生产一款更实惠的车型 专门面向欧洲消费者 这款新的特斯拉车型定价为2.5万欧元 26863美元 将在其柏林工厂生产 尼西亚在香港下跌超过5% 小鹏也经历了短暂的3%下滑 此消息传出之前 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发起了反补贴调查 埃隆 马斯克尚未确认新车型的生产开始时间 日本小心翼翼地对待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 这成为了国内G7议程的重点 日经亚洲 七国集团G7经济体的外交部长们正在东京聚集 参加一次将考验日本新任外交部长对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问题的决心的会议 外交部长上川扬子负责协调成员国对危机的反应 日本在战争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 因为它依赖阿拉伯国家的能源进口 并与支持哈马斯的伊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G7部长们还将讨论朝鲜和中国在亚洲的军事建设情况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在香港全球金融领袖峰会上 银行和投资高管们对地缘政治升级和市场事件表示担忧 他们对于地缘政治升级引发市场事件的可能性表示最大的担心 同时中国的燃料出口向至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炼油厂用尽了政府配额 这是因为政府告诉炼油厂不会增加出口许可证数量 导致出口许可证短缺 这也导致了原油进口量的增加 私营炼油厂获得了更多的进口许可证 国有炼油厂从最大供应国沙特阿拉伯获得了更多的原油 在缅甸不间断的空袭迫使家庭从一个营地逃往另一个营地 这些空袭导致了流离失所的人们更加分散到丛林中 同时成千上万的人寻求在泰国的庇护 但泰国当局告诉他们他们不能留下 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被安置在一个新的定居点 与泰国社区和一个较旧的难民营隔离 中国加强对稀土出口和关键商品进口的控制 中国要求出口商报告稀土金属和氧化物产品的交易 以确保经济安全 稀土在国防和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中被广泛应用 这是对稀土可能被用作中美贸易战报复工具的担忧的回应 中国AI芯片制造商摩尔县城在美国黑名单后裁员 这家北京公司计划裁掉大约1000名人工中的个位数比例 此举是对中美贸易战的回应 其中包括摩尔县城和上海比人科技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 这些芯片是对英伟达最佳人工智能芯片的替代品 中国万科股票和债券在国有股东承诺支持后上涨 深圳地铁集团承诺支持中国万科地产将及时偿还其债务 深圳地铁集团是中国万科的最大股东 将通过购买中国万科在深圳的一些城市更新项目和在合适的时机购买万科的债券来增加开发商的资金 匈牙利和波兰正在引领欧洲向电动汽车的过渡 匈牙利已经获得了大量与电动汽车相关的投资 而波兰则是LG能源解决方案的锂离子电池工厂所在地 与此同时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一直难以吸引类似规模的投资 引发了对他们转向电动汽车的能力的担忧 澳中紧张局势缓解 阿尔巴尼斯结束为期四天的访华行程 澳大利亚总理在北京与中国总理会面 讨论加强沟通 深化信任 扩大务实合作 以及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 这次会晤标志着两国之间年度会晤的重新启动 也是在努力改善这两个重要贸易 伙伴关系的18个月后举行的 特斯拉将在中国对Model Y进行款式改进后提高价格 特斯拉计划提高Model Y车型的价格 这款车型最近进行了一次更新 特斯拉此前曾降低中国市场的价格 但最近也进行了上调 Model Y是中国销量最好的电动汽车之一 中国再次发生健身房倒塌事故后引发警觉 中国网民对黑龙江省又一座体育馆倒塌表示担忧 这起事故引发了人们对今年早些时候 该省发生的一起类似倒塌事故的比较 一些市民呼吁当局采取进一步行动 包括对该省的大型公共设施进行更多检查 印度尼西亚总统敦促美国加快拨款200亿美元 用于绿色转型 印度尼西亚对这些资金的延迟感到极度担忧 这些资金承诺已经有一年了 他呼吁西方国家兑现他们的承诺 以帮助印度尼西亚实现绿色能源转型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因特斯拉推出更便宜的欧洲制造车型的报道而下跌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股票下跌 原因是有报道称特斯拉计划生产一款更实惠的车型 专门面向欧洲消费者 此消息传出之前 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发起了反补贴调查 日本小心翼翼地对待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这成为了国内G7议程的重点 日本在战争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 因为它依赖阿拉伯国家的能源进口 G7部长们还将讨论朝鲜和中国在亚洲的军事建设情况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我们看到了金融领袖对潜在的金融危机和地缘政治升级表示担忧 中国加强对稀土出口和关键商品进口的控制 以及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受到特斯拉在欧洲推出更便宜车型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缅甸和泰国的人道危机 以及印尼总统敦促西方国家加快拨款以支持绿色转型 这些新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金融危机的担忧 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对于中国加强对稀土出口和关键商品进口的控制 你对这一举措有什么看法 对于缅甸和泰国的人道危机 你认为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印尼总统的呼吁 你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如何回应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